自雅加达8月30号正式的启动了面对面教学活动之后的第二周 雅加达北部的雅加达跨文化学校的情况如何 马上来联系正在现场进行采访的严真林来了解情况 真林早上好 面对面授课的计划呢 现在已经实施了一周 那么你了解到的现场的教学方面是不是进行的顺利 是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现在正位于雅加达北部的北雅加达跨文化学校 自上周以来该学校正式启动了面对面授课教学计划 根据现场的了解 一周实施以来并未出现教职员工夫的学生确诊情况 总体而言较为顺利 除了健康学以外 校方台风还咨询了两所雅加达医院的管理制度 同时在门口学校还设立了检测点 每两周对教职员工进行检测 从大约七点十分开始 陆陆续续进来了不少的学生 所有进入校园的学生都需要通过体温检测 以及使用消毒液等基本的防疫操作 目前看来所有的学生都完全配合学校的规装制度 可以说学生的防疫意识还是十分警觉的 根据校方的介绍 目前参与该计划的年级包括小学五年级至高中学生 这两周内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三及星期五 为时是面对面授课计划的日子 其他的日子皆为网课 每天教学时间为早上七点半至中午十二点 目前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占学校总体人数的百分之五 也就是每个班大约两到三名学生左右 而对于到底哪一些学生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校方解释将根据学生以及家长 以自愿的形式进行报名 若出现报名人数过多的情况 将看整体的情况选择部分学校 部分学生进行授课 学生们并非必须接种完疫苗 但校方强烈建议学生接种疫苗 根据校长的介绍下礼拜开始 学校将逐渐增加来校学校的人数 最多至百分之五十 为此校方保证所有的教主员工 接接种完疫苗 接触于健康的状态 女子同时还设置了人脸体温检测仪 并保证了教室内的风风 还表示学生们对学校的管理时分的配合 这一期的经济中选择部分 我们在学校的数据增加 所以我们不需要 每个人都在一起 我们想做得很轻松 我们想做得很轻松 所以我们会有 一个轻松的增加 数据增加 数据的时间 当然是按照政府的领域 也希望我们希望 希望我们在学校的数据增加 数据增加数据的时间 但是当然 以上美国新闻记者 严真名想的在雅下达国际所做的报道 回到演播厅 好的 非常谢谢严真凌 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